大家好,我是連長 歡迎回到本部聯覽頻道 最近英國的航空中看報導 它不說而言發展ADF先進防禦型戰機 只會逼迫美國賣F-35給我們 或許有一半一半的可能吧 不過在中科院相關配套的研發上面 例如說為了配合我們五代機的部分而研發了天津五型飛彈 我想這應該不是只是彎彎而已 或者只是為了促進美國賣我們F-35而研發了吧 這是從80年代我們研發自治防禦戰機 也就是IDF經過號戰機 IDF戰機的零部件部分有55%是在台灣本地生產 在去年推出的永英高級照鏈器部分的自治率 也是達到55%以上 所以在未來我們先進防禦戰機的自治率 將會超過60% 這是肯定的 因為周邊廠商都已經在配合跟生產製作相關的計劃 而英國的航空周刊會這樣認為 主要是在於說先前我們IDF完成之後 美國再同意出說F-16 這次這個應有 所以他們認為我們IDF也是這個原因吧 一歸正傳 中科院為了配合攜帶戰機的研製 所以特別要打造天津五型中程空對空的飛彈 目前空軍現役的天津二型飛彈射程有60公里 而改良型的箭二飛彈可以達到100公里 中科院目前研製的箭五飛彈 它的射程目標占定為160公里到200公里 也就是說 會在現有的改良版天津二型中程空對空飛彈的信用基礎上 向上升級研製出全新一代的天津飛彈 而目前中科院稱它為天津五型中程空對空飛彈 而在台灣空軍部隊服役中的天津飛彈 現在包括有天津一型的短程空對空飛彈 天津二型中程空對空飛彈 以及奔艦基瓦為名進行尿產中的改良型箭二飛彈 而為什麼會憑空出現箭五飛彈呢 最主要是中科院在為陸軍生產的 野戰防空飛彈系統 車載式的箭二飛彈 以及為海軍生產的艦載式箭二飛彈系統 還箭二 而在中科院內部通通歸列為箭三飛彈 而未來新一代中程空對空飛彈 主要是為了避開箭十飛彈的名稱不好 因此直接進入了箭五飛彈的時代 而根據光部所投入部分 軍方對新一代戰機的作戰需求上面 至少需要具備內置彈艙 降低雷達反射逆中外型 不排除去向量噴嘴的強力引擎 AESA項列陣雷達 它可以比傳統的機械式雷達探測距離更長更精準 然後 對基金共享資料數據鏈 以及更強的航電性能 因此中科院為止進行西一代戰機的 各項關鍵研發計畫 包括它所專用的攻擊火力 也就是研製全新一代的天艦飛彈 而天艦五行飛彈 相當於美國國務院今年初 剛批准總金額6.19億美元 大概先台幣189.54億 台幣200枚AIM-120C-8的中程空對空飛彈 以及100兵的AGM-88B反輻射飛彈的軍售 其中AIM-120C-8的中程空對空飛彈的射程 就可以達到160公里以上 但此行飛彈只能掛載在F-16戰機上使用 無法在新的戰機或者是IDF上使用 因此 總科院為了研製的全新一代的天艦飛彈 天艦五行 研發設定的射程目標就是要達到AIM-120C-8的射程 並且搭配國造的聯合頭盔瞄準系統 具有更強大的抗電子干擾人的功能 指得飛行員可以快速鎖定目標 並且發射飛彈 有效反制敵方的勾起 另外 總科院的Link-Z計畫 所謂的雄聲飛彈部分 已考慮到未來五代級的使用 所以也有一個叫做雄聲3E的巡弋飛彈計畫 目前詳細計畫尚未可知 不過雄現有的 真正請雄2E攻陸巡弋飛彈來配置 號稱台灣版的戰俘飛彈 讓射程可以到達中國內陸 目前的長度大概在8公尺 採用內凹進氣口的設計 外觀跟美國戰俘飛彈有相當的相似 因為國造的雄2E攻陸巡弋飛彈 在研發初期 就是以美國戰俘飛彈的性能 能射程作為設定追求目標 而軍方內部 也將雄2E飛彈稱之為台版的戰俘飛彈 目前雄2E飛彈初期的研發成果 A型彈射程只有500公里 跟美國戰俘飛彈射程相距甚遠 而B型彈則在2007年成功完成測試 目前B型彈射程可以達到1000公里 可以說稍微摸到美國戰飛彈的一個腳後根 之後 中科院在雄2E巡弋飛彈 B型彈的研發基礎之上 持續地進行性能跟射程的精進 通過作戰測評 並且進入量產的增程型的雄2E 攻陸巡弋飛彈 目前射程已經來到1200公里 可以有效打擊中國內陸的重要軍事據點 成為反制中國軍事侵略台灣的有效力氣 而後續的雄3E型的巡弋飛彈 美國戰斧飛彈的前幾代飛彈 它的彈在彈體後下方的機器孔 是採取外凸型的設計 而到了戰斧飛彈 中期研發改良款的時候 它的機器孔則是改為內奧的設計 它可能是為了符合軍艦或者是前艦垂直發射來使用 那至於我國的雄生飛彈 中程型雄2E攻陸巡弋飛彈 據了解我們的機器孔的位置 與內奧的設計 跟美國戰飛彈系統的設計差不多一樣的 例如彈體上方最突出的地方 彈體的後下方也有一處突起的機器孔 而雄2E跟真程型雄2E攻陸巡弋飛彈 它彈體也相當平 並且沒有任何突起的裝置 而機器孔也採用內奧的設計 以增加射程跟它的優先性 以台灣目前的真程型雄2E攻陸巡弋飛彈的彈體 比美國戰飛彈要來的更大一些 以美國戰飛彈長度大概在6.25公尺 台灣真程型雄2E攻陸巡弋飛彈長度就超過8公尺 以海軍現役的雄3飛彈6.1公尺 組組多出2公尺的長度 另外也因為彈型較大 在載運這款特種飛彈的機動發射車 除了發射車的車體和特殊設計之外 車輛也只能載運1美的真程型雄2E攻陸巡弋飛彈 可以說是台灣首次製作最大口徑的飛彈 成績試車成功 也是台灣首枚彈道飛彈 而後續的發展一直沒有任何消息傳出 可能是秘密發展中 而雄3E的入供巡弋飛彈 它的長度預計會跟把彈計畫的長度相類似 那射程約為2000公里 以上是本期節目的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囉 掰掰